第1881张隐儿出关 画龙大树 效果出乎韩非的预料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可以画龙 实力倍增的大树 这可么 岂不是赶上神术了吗 要知道 自己的无敌之眼 也就提升一倍的战力 讲着那画龙大树 应该是所有龙族都会的大树 讲来 这也可能是苍龙最简单的大树了 虽然韩非还有心在敲诈一下 但毕竟 苍龙并非人族 这画龙大树 也是需要苍龙精血 才可以施展的 其他大树 恐怕也不简单 此番离开理想宫 自己多放一些苍龙精血 就好了 反正 最终把这苍龙的尸骸 还给他就好了 理想宫一行 非常顺利 出乎韩非的预料 从韩非进去到出来 总共 用尸骸不到一天 离开理想宫的时候 韩非本以为 自己的记忆会消失 但是 当他感受到有力量试图干扰自己记忆的时候 练妖狐竟然主动动了一下 将那股力量给收了 韩非不经无语 早知道这样 自己当初 也不会怕记忆丢失啊 外界 老乌龟看见韩非出来 不惊讶一道 你这么快 这才过去一天还不到 韩非 本来就没什么大事 我去炼化天地里修炼 你在这继续等等 已经一个月了 应该快要出来了 以前 老乌龟跟大爷似的 躺在炼化天地里修炼 不管他 还以为他是主人呢 炼化天地内 韩非直接来到那苍龙的尸骸前 长千丈的巨龙 看得韩非嘴角都咧得飞起 只见韩非将手往苍龙的尸骸上一方 手心 葫芦探出藤蔓 只听韩非道 给我吸 老乌龟惊讶道 你在用他体内的混沌之气 你以前不是说不用的吗 韩非 此一时 彼一时 如今 我成王在即 你不是说 混沌之气有大用吗 那我不得吸足点 老乌龟看得都惊心动魄 心底为这条龙感觉到叹息 你到底是气韵有多差 才能碰上韩非这么个货色 韩非这吞吸速度 可是相当之快的 只用了半日的功夫 当韩非的混沌之气 长到了5206缕的时候 这整条苍龙之躯都已经干扁了 老乌龟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只听他道 你给人家尸骸弄成这样 都快变成褪皮蛇了 回头 你再把他放出来 你俩真不会打起来吗 韩非吃笑一声 我岂会那么笨 只听韩非喝了一声 天启 那一刻 天启神术降临 就看见苍龙尸骸的血肉 竟然开始恢复 镜子发现的从韩非的炼化天地 汲取灵气和能量 不过片壳光景 这苍龙尸骸 又变成了一具气息恐怖 威力无边的苍龙尸骸 然而 就看见韩非吃来一刀 就开始给苍龙放血 他特意让地面形成一个池塘 专门用来放血 一边放血 韩非一边拎着刀 绕着苍龙转悠了一圈 当当当片壳之后 就看见韩非面前放了四根龙牙 两根龙角 几百片龙铃 还有成吨成吨的龙肉 老乌龟 你是要给他削平了 虽然你的天启神术很厉害 但是 重新长出来的 到底是新生的 他要以自己的龙人之气 滋养过才行 你一次两次这么搞可以 再搞下去 这条龙就废了 韩非愣了一下 哦 是吗 那就算了 应该也差不多了 就留他一个完整的身体吧 老乌龟无语 瞅着那一池的龙血 和几百上千吨的龙肉 但凡你没有这天启神术打底子 这龙狮 就给你砍成骨头架子了 韩非在龙狮身上拍了拍 发出两声雷鸣般的哄响 悠悠道 还行 挺结实 老乌龟 半个月后 韩非实在待不住了 他已经将自己能看的书 能研究的书法 都看了各变了 在炼化天地中 有时间加速 半个月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韩非此刻的实力 已经修无可修 就差去先攻和天道法眼干架了 又五天后 忽然间 老乌龟提醒道 这理想宫一动了 抓就看见韩非刷一下 瞬间 出现在理想宫外 最近 天空明思源那边人满为患 这边 自然就相对冷清了 但是 此刻 理想宫整个地开始震动了起来 理想宫之上 出现了大片的蓝色光影 逐渐的 这蓝色光影 形成了一道直径数百里的超大光柱 直通天穷 哇 怎么回事 理想宫又出问题了 肯定是韩帅 天空明思源那边 现在是挤都挤不进去 据说 那里旧的观想物 已经全部被清除 新的观想物 据说当日旧能见效 效果胜过从前十倍 现在 理想宫出现问题 肯定是韩帅又在改造了 快 快去理想宫那边 占位置 娘的 没赶上天空明思源的好处 不能错过理想宫的了 抓刷刷就看见天穷之上 无数调周飞略而起 全速往理想宫进发 然而 就在此刻 韩飞的声音 在千星城上空响起 所有人 停止往理想宫进发 理想宫周围的人 速速离开 理想宫将逢大便 本作都不知道这里将会发生什么 而等千万别过来 啊 韩飞此话一出 那些疯狂往理想宫迸发的人 全都猛了 这啥情况 天空明思源 不是改造成功了吗 难道这理想宫 改造出现了问题 什么情况 一大片蝗虫一般的吊舟 停在半空之中 不知道何去何从 只听喷的一声 蓝色光柱竟有扩大趋势 颜色也变得更加浓郁 这一刻 整个千星城的人都看见了 一道蓝色的光束 直冲天际 韩飞也没见过这种场面啊 那蓝色光柱 直冲天际 遥不可及 韩飞本想 以自己的感知 追上去看一下来着 结果 当感知直逼九天苍穹 竟一直到自己感知的尽头 都没能追上那蓝色的光柱 空当一声巨响爆发出来 就看见千星城上空 一只巨大无比的大眼睛 这眼睛之大 超过了韩飞的想象 他不再是按照韩飞在阴天仙宫 看见的那种大小出现 这一次 他的出现 宛若天空中的太阳 日月星辰一般 整个阴阳天 八百万里 竟然全都可以看见 最新岛 下小禅正和洛小白聚在一起 聊着一些在暴乱沧海发生的事情 顺便监督依西岩他们修炼 忽然间 所有人都下意识的一抬头 就看见天穷之上 有一只巨大的眼珠子 瞳孔里正在往外流淌着 鼓鼓岩浆般的着流 天道法眼 顿时间 下小禅和洛小白相识一眼 他们已经听过无数遍这个名字了 但亲眼看见天道法眼 这还是第一次 这一刻 碎星岛 三十六镇 三级渔场 无数人都在仰望 云京背上 唐衍出世 面色凝重 曹天之站在数十万里的海域之中 一步破墟 前往千星城 此刻 韩非进行了第二次道戒 理想公附近所有人 全部撤离 实际上 都不用韩非说 这动静 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了 刚才 还在往理想公冲的人 此刻全部停住了吊舟 纷纷开始后退 有人惊呼 不是吧 别搞啊 前阵子 差点而整个阴阳天都搬迁 这回 又来个大眼珠子 这什么情况 敌人吗 这眼睛 看起来也太邪恶了 看起来 不太像是好东西吧 韩帅这是搞了啥 竟然把这玩意搞出来了 抓韩非身边 任天飞第一时间出现 天道法眼要去了 韩非 我哪知道 不过 看这样子 尹尔应该要出来了 我就想知道 现在消失的 是不是时间长河 任天飞 就这样子来看 八成没跑了 韩非 时间长河回去了 天道法眼应该就消失了 是不是 任天飞 应该是这样 但我也没经历过啊 通时光支柱里面 出现了第二声乍响 而这时 刷刷刷的出现了一群人 下小禅看见韩非 松了口气 随即问道 出什么事了 尹尔呢 白老头 尹尔丫头呢 江老头 李响公怎么了 唐眼 这就是天道法眼 通通紧跟着 一次又一次乍响 那天道法眼仿佛只是看着 像是冷眼旁观的看客 这时光支柱 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 一共爆发了七次爆响 最后一次之后 就看见理想宫外的那些诡异迷雾 开始涣散 哥突然间 就听见有声音 从灰雾之中出现 随即 韩非感受到一股特别的力量 那是时光的力量 韩非心头一动 连忙对夏小禅说了句 外面等我 我去一趟 没等夏小禅应声呢 韩非已经消失在灰雾之中 那夏小禅刚要喊 却听见任天飞道 无妨 时光的力量 基本上已经被抽离 现在 这点力量 拦不住他 下一刻 韩非在灰雾之中 看见了时光龙里 看见了两个正在融合的人 那不是隐儿 又能是谁 第1882章先公出世 果然 理想宫的存在 从来就不是为别人而准备的 而是为了韩非这兄妹俩人 一模一样的场景 一模一样的流程 自己走过一遍 现在 隐儿又重新走了一遍 旧日之身和当时之身相融合 如此 方算是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之人 这一场横跨了一段时间长河的谋算 在今日 终于告一段落 等隐儿旧日之身和当时之身融合的时候 韩非就感受到 隐儿的实力 正在疯狂的飙升 短短片刻 连破三镜 直接来到了探索者巅峰 在探索者巅峰境界时 卡了约莫有百息的时间 隐儿直接突破到了半尊境界 这一幕 和当初的自己 也是极为类似的 只不过 当初自己是从初级执法者 直接到了执法巅峰 而隐儿 是从初级探索者 直接到了半尊 静止相同 只能说 隐儿的跨度更大一些 时光龙里看了韩非一眼道 这片时间长河 回归到真正的时间长河之中了 你们兄妹二人的秘密 便是天道法眼 现在也都发现不了了 不出一时三刻 天道法眼 即将消散 你可以准备杜劫了 公当真切的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韩非脑袋 都感觉有些闸 终于 可以批海了吗 对于批海 韩非又是激动 又是期待 还有一丝的忐忑 从来 自己都没批海过 不知道自己的批海 会是怎样的 此刻 隐儿的融合 基本上已经完成 而隐儿的容貌 竟然发生了一些罕见的变化 她的皮肤 更加白皙了一些 她的五官 虽然看似没有大动 但似乎都精致了不少 她的身高 也略微拔高了一下 如果说之前的隐儿 还算是普通相貌的清新女孩 现在 就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美女了 问题是 你还并没感觉到 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哥 隐儿苏醒 看向韩非 心中仿佛略过复杂的情绪 最后微微一笑 哥 我归来了 韩非对女人的心思 本不了解 虽然感觉隐儿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但是 这会儿她哪儿不得上这个 只听韩非道 走 先出去再说 抓抓当俩人出现在理想宫外的时候 众人当即眼睛一亮 下小缠松了口气 出来就好 落下白 疑 隐儿的实力 几乎跨越了一整个境界 说完 落小白还看了韩非一眼 要知道 当初韩非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众人心头 虽然知道 隐儿肯定在理想宫里 触发了什么大事件 但是 这是比较私密的事情了 除非隐儿愿意讲 否则 他们是不会问的 此刻 韩非和隐儿 抬头仰头那苍穹之上的巨眼 隐儿微微眯着眼睛 那是什么 韩非 天道法眼 压制了阴阳天几万年来 都不能出现王者的东西 隐儿又看了眼几乎流逝殆尽的时光场合 看向韩非 都是因为 这个 韩非微微点头 对 这时 唐眼道 天道法眼 似乎在变小 唐眼这么一提醒 众人这才注意到 天道法眼 的确是在缓缓变小 他的口气道 是时候了 说完 韩非回头 看向众人道 我去一趟中央圣城 这里想攻的灰色迷雾即将消散 距离中央圣城也近得很 你们且在这里 等一等 下小禅 我跟你一起 韩非微微摇头 传音道 我要去的是仙宫 那里 可能依旧被天道法眼所覆盖 在这等我 虽然是杜劫 但也没有这么快 不是说自己过去了 就杜劫了 自己首先 得确保天道法眼的消失 翁韩非一步跨出千里 几步间 就消失在了神之纪念塔的入口处 下小禅 微微跺了跺脚 却听任天飞道 杜劫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看见 但现在 的确不是跟过去的时候 现在 仙宫是否危险 谁也说不清楚 若是去了 反而可能会成为他的负担 张璇玉吸了口气 是去那传说中的仙宫 若小白 相信他 他一个人去 自然有一个人去的道理 白老头微微一叹 这小子身上 担子沉重啊 如此若还不能成王 还有谁能成王 至于唐眼和曹天之 他们并没有着急说 自己能不能渡截 韩非跟他们说过外界的危险 如果真如韩非所说 即便韩非能够渡截成王 阴阳天和水木天的王者数量 还是太少了 所以 他们可以预计的是 带到韩非渡截之后 或许他们也该成王了 而不是在这种事情上 去争抢最先成王这件事情 中央圣城 圣殿之上 韩非毫不犹豫地跨入 去往先公的传送阵中 之所以不等天道法眼完全消失了才来 一个是时间长和已经回归 按理说 天道法眼也不会阻拦他人去先公了 其次 先公之上 有太多太多的能量和灵气 自己上回 在这里那是金吞海吸 也吸不了他百分之一 韩非怕天道法眼的消失 将这些力量 一并给散去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简直就太亏了 这些力量 虽然不是十分的精纯 但剩在数量其多 说不定 自己成王之路 就在这里 韩非怎么能允许 他们消散于天地之间 然而 当韩非出现在先公之时 强烈的火源瞬间充斥他的身体 此间 能量依旧狂暴无比 但让韩非悚然的是 天道法眼 果然不是完全消失了 至少 在先公之上 这只天道法眼还是存在着的 只是 他的距离开始远离 他的大小 好像也没有自己曾经见过的那么大了 最主要的是 当自己出现在先公的这一刻 并没有什么天魔之身出现 顾韩非常常松了口气 正如自己所料 先公的力量 正在消散 无边的能量和灵气 正在疯狂的往四周一散 顿入了虚无之中 各归儿子的 都是老子的 一个都不准跑 突突突就看见韩非瞬间投影数百 每尊投影 脚下在第一时间 就踩出多个大巨灵阵 砰砰砰然而 出乎韩非预料的是 这些大巨灵阵 在出现的瞬间 就开始相继崩溃 似乎 根本无法阻挡这股能量的一散 该死 这是老子的先公 为何灵气会一散 只听老乌龟道 好像不对 本王虽然感觉到有海量的能量在一散 但好像也有海量的能量在涌入 不知道这些能量 到底从哪里涌入的 嗯 韩非微微一愣 听了老乌龟的话 韩非的感知 瞬间扫过整座先公 当感知进入当初藏那本原水的先公内部之时 韩非发现 这里竟然形成了一个天地自然阵 正在从虚无之中 吸取力量 以 天道法眼禁锢的这些力量 似乎是维持天道法眼存在而聚拢的力量 但是 天地自然阵中汇聚的力量 则和天道法眼没有半点关系 那似乎 才是先公真正的力量来源 韩非一番手 航海万象一出现在手中 而指针却指向了虚无 韩非心头一动 立刻拿出先公中那天地自然阵的阵处 心念一动 自己出现在岛中央的宫殿之中 而韩非的眼前 正是自己当初修炼的那座天地自然阵 也是控制整个阴阳先公的核心阵法 只听韩非道 天道法眼压制我阴阳天数以万载 这些力量即便要一散 也不该是在这片独立的小世界之中 外界 举世都在仰望天穷 天道法眼震慑时间 寻常人一辈子 都难以见到这样的一幕 在无数的忐忑和恐惧的目光之中 忽然间一片被虚白迷雾包裹着的巨大阴影 出现在天穷之上 千辛城中央圣城上空 忽然间大片虚白迷雾出现 紧跟着这迷雾就开始一散 露出了迷雾中的大片红色光芒 那一刻海量的能量和灵气往外一散 天火这一刻无数人纷纷惊呼出声 此刻千辛城如每年天火结石一般 灼热异常 灵气充足 甚至有悬音震荡 对大多数人而言 这是一个修炼的绝佳时机 这一刻 只听九天之上 韩非的声音如同大势红中 响彻在天地之间 只听韩非道 无名韩非 今日玉渡王节 辟海直道 念阴阳天灵气稀薄 能量寡淡 特携先公将士 辅责众生第1883章 韩非辟海 翁邦先公出世的这一刻 天穷之上的巨大眼睛 已经变得很小了 天道法眼本就是替天徐寻道 阴阳天之前出现了问题 这里有力量被离天道 所以天道法眼一直在这里监察 镇压此间 如今 理想宫七大魂境 一一崩碎 那被截取的时间长和 重归时间的无垠长留 天道法眼自然也就跟着要消失了 当先公出世 韩非再也不控制先公之上 能量和灵气的溢散 那一刻 阴阳先公散发出来的能量风暴 在顷刻间席卷了整个千星城 实在是阴阳先公 积攒的力量太多也太久了 此刻 就像是漏了气的球一样 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往外迸发 韩非知道 自己必须赶紧使用这些力量 虽然他们正在以可怕的速度一散 但以自己观看过的雪凡的渡截状态 韩非觉得 阴阳先公存储的能量和灵气 应该完全足够自己渡截了 而千星城 无数人高呼 韩帅无敌渡截成王 韩非都已经到这地步了 都还没渡截成王吗 王者 我阴阳天 或将出现一个王者了 今万年传承 阴阳天从无王者出现 这一魔咒 要被打破了吗 纯阳岛 苏阳泪洒 口中低喝 老祖 看见了吗 你们赌赢了 韩非要称王了 天剑宗 天剑之主感叹 果然 从此此的剑道领悟就知道 这时间 哪还有人能阻止他 李大仙南南道 先公将士 只待他屁海成功 纯阳道府 将重新崛起 张玄玉 所谓天骄 在非的面前 显得有些黯淡无光啊 若小白 不要妄自菲薄 你可以想一下 谁人能在这个年纪入尊的 往后 尚有时间 我们当倾尽全力 争取追上去 夏小禅 小白说得不错 不是你们不行 只是缺少了机遇而已 能在阴阳天修炼到尊者境界 再暴乱沧海 那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若你们生在暴乱沧海 此刻 至少也是高级尊者 以上的实力了 江老头和江琴站在一起 只听他声音悠悠 以前 知道这小子可能会有点出息 但是 我也没想到 这才区区数十年 这小子就要劈海了 还记得 他去灵师入门之际 当真是 顽劣不堪啊 江琴摆了江老头一眼道 灯色 也不知道 谁被人家屡屡惊艳 江老头顿时一吹胡子 我能给他惊艳 先公将士 除了一开始能得见其轮廓 但转眼间 先公就被汹涌澎湃的能量 给包裹住了 忽然 有人惊讶到 你们看 先公在释放能量 嘶 韩帅这是要干什么 他不是说 要突破城王吗 能量都散开 他怎么杜劫 有人痴笑 你懂啥啊 韩帅都要杜劫的人了 岂能不知道杜劫的危险 他既然能散 说明他不怕那些能量一散 有人疑惑 也不知道 先公能不能降下来给咱看看啊 有人无语 看你个脑壳子 看见这九天能量狂潮了吗 说句不好听的 连能量冲击你都挡不住 你还想看 而七大宗门中 校长和老师纷纷喝道 所有弟子 要突破得赶紧 监公将士 灵气如浪 能量如潮 此时突破 事半功倍 这一刻 千星成 数十万人盘座突破 而且 这个人数还在越来越多 至于先公 就如同一只展翅的红色凤凰 在天空盘旋 耀眼但不可亲近 而这一刻 三级渔场 入海台阶异动 千星试炼场中 就看见刷刷刷几道光芒 宛若冲天煞气 拔地而起 舅舅看见有煞气红光 冲着先公而去 却倒是 地雀和土肥猿 虾日天 田狗 小金几个 掠而腾空 直奔先公飞掠而去 先公之上 韩飞并未在意地雀他们的归来 他们几个 都是直接没入自己眉心的 就连地雀也是 毕竟 是屁海境大劫 是实打实的王劫 即便是地雀 血脉超凡 不可能以现在这个境界 去迎接王劫 所以 此番度劫 韩飞知道 基本上 只能靠自己了 哪怕小黑 小白和地雀他们 能够分担一些雷劫之力 但也最多只是一点 并无大用 只听韩飞道 劫来 王者之劫 何其恐怖 除了千星城 三十六镇 碎星岛 在白日里 都看见苍穹之上 出现了一点红色星辰 伴随着星辰 一道龙银怒吼 是韩飞的高呼 劫来翁碎星岛上 所有人自发停下了所有的事情 抬头仰望 虽然他们什么都看不清 但是 他们能够看见 那红色星云中围 形成了个巨大的圆圈光运 这像隔了多远 怕是得有几百万里 也清晰可见 当千星城那无银上空 开始聚会节云之时 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了一般 天穹被黑云遮蔽 白天变成了黑夜 黑夜里最亮的 便是天穹上的红色光点 和中围的一圈光运 哪怕是任天飞 都面色汗然 此劫 非同凡响 其覆盖范围达万里之遥 劫云还在凝聚 也不知道 他都准备了那些应对方式 此刻 韩飞傲立在仙宫之上百里外的上空 只听老乌龟道 记住 王截九重 扛不住了千万不要硬抗 你的生机类灵果 要准备好 天启神术 不能怕浪费 韩飞 老元 混沌之气要怎么用 你让我积攒了那么多 我总得知道怎么屁海吧 只听老乌龟道 不用我教你 你经历的天结会告诉你 到什么时候 你会如何做 你都会懂的 每个人的情况 还不一样 所以 我现在没法给你解释 只能你在天结之中去感悟 就算你度节的时候 没能很好的开辟本原海 在后面也是可以补上的 能活着度完天结才适应道理 本黄要收敛心神了 否则一到雷霆下来 本王就没了 但 韩飞深吸了口气 看着暗淡无光 却汹涌澎湃的天结浪潮 说不紧张是假的 毕竟 是第一次度节 度完之后 就成王了 老韩多年的布局 自己多年的追求 无数人多年的期待 便在这一日 这一刻 即将到来 过了五十余西后 天穷之上 已经雷霆滚滚 但是 那滚动的雷霆 分明是戴着紫红之色的 此却听唐衍道 他该不会开场 就是紫色天结吧 任天飞摇头 应该不会 那些紫色天结正在汇聚 若开场就是 那也太扯淡了 谁能挡得住 任天飞 曾经毕竟是到达过王者境界的 当初 他是最后一道雷霆 才变成紫色的 所以 心里有了一个预估 这边 若小白握着夏小禅的手道 没事 放轻松 这家伙你又不是不知道 不过就杜劫而已 还难不倒他 热人狂抹掉头顶的汗 吞咽着口水道 可千万不能出事 飞的体魄 我是相信的 只要他不硬抗九道天结 肯定没问题的 张璇玉面色凝重 此刻 也重重点头 而隐儿 双手抱拳 但是 她眼中却坚定无比 似乎想起了在末法时代的一些事情 此刻 也只是咬牙而立 坚信韩非可以度过此劫 轰蒙就在众人的内心忐忑之际 就看天幕上 一下子扑下了数以百计的雷霆 其中 最为粗壮的一道 落在了韩非的身上 口天穷之上 韩非力量迸发 无垢旋体运转 天结 是天道考验 讲要成为不可一世之人 就要承受无人可承受之劫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艾米雷注中 韩非体表战一 倾刻揭化作鸡粉 而韩非浑然无惧 体表的每一处毛孔 都在疯狂地吞噬着雷劫之力 从开始杜劫的这一刻开始 就代表着韩非的瓶颈已经打破 有人之所以可以成就伟王 就是因为杜劫度到一半的时候 失败了 而韩非此刻 周深血气冲天 被雷霆往下生生地压了百余里 体表 多处焦糊 毛绒处多有一穴 体内五脏 都有雷霆动荡 哭 第一道雷霆 韩非扛下来 但是他脸上的表情 并不怎么好看 他不是没渡过王者天结 但是自己这天结 好像强度高得可怕 当初 雪凡的第一道雷霆 比这个可弱得多了 自己在暴乱沧海 实力提升一倍 体魄和血脉都提升了几个档次 接下第一道雷霆的时候 韩非还是受了点轻伤 可见 此道雷霆威力之强横 韩非不敢想象 如果第一道是这威力 那后面的呢 第1884章本源海线 经历过了第一道天结 韩非并没有感受到老乌龟所说的那什么领悟 韩非只知道 自己从渡截的这一刻开始 自己的潜力 似乎在增长 这是心头的一种神妙的感觉 此时 韩非的身体 如同不断一条不断被开辟的江河 虽然开辟的速度很快 但能量驻满的速度也很快 一道圣光束降临了下来 韩非的轻伤还没有修复好 就看见第二道雷霆 轰然而落 只是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韩非的这第二道雷霆 便是两色相杂 雷结中已经出现了淡紫色 什么 第二道天结 就出现了紫色了 不好 这王结 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 好恐怖的雷结啊 相隔这么远 都有神威降临 吼韩非当时 就预料到有些不对劲 顿时 韩非大吼一声 无垢玄体疯狂扭转 周身 直接出现了万枚灵果 轻刻尖崩碎 孤只看见韩非张嘴一息 灵果之能 尽数入体 韩非的血脉滋生不断 生机勃发 整个人刷一下腾空五百里 迎雷结而去 轰猛龙韩非凝聚的冲天雪气 连半息都没撑住 就被轰碎成渣 雷霆将韩非笼罩其中 无垢玄体 直接将这狂暴的雷霆之力 搅成漩涡 足足过了五息时间 韩非退下三百里 这才算是勉强抗下了这一道雷霆 这一劫 虽然韩非挡下了 但是 身体上却传出了啪啪的雷霆乍响之力 韩非的蹊跷流血 又瞬间结痂 身外的皮肤 再度过这一劫 崩毁了小半 故当一道天启神术降临 韩非的肉身 迅速恢复完全 但是 这恐怖的王杰 还是让韩非心头震撼 韩非本以为 自己是见识过王杰的人 此番早已准备好硬抗王杰的准备 企图全程天结断体 但是 韩非却没能预料到 自己的这番王杰 会如此可怕 这种档次 几乎能赶上雪凡第六道天结的力量了 但好在 今日的韩非 已不再是这种天结能撼动的了 除非第三道天结的档次 可以直接飙升到雪凡第九天结的档次 否则 自己依旧可以硬抗 滋溜天穷 雷霆如龙 翻涌震荡 千辛城中 亿万人足 面色凝重 心头震撼 很多人 心头淡下一问 这玩意 真是人力可以挡得住的 空龙第三道天结 几乎就已经变成了纯淡紫色了 韩非已经有些疯狂 再次迎空而上 大吼道 能赖我何 那一刻 铃果如雨 化作漫天红霞 紧随韩非而去 而韩非 张开双臂 身上金光涌动 拥抱天结 滋滋滋轰轰轰轰这会儿 韩非已经被紫光覆盖 铃果的能量潮水 此刻 已经被韩非抽干 但是 等第三道雷结过去 任天飞和夏小禅几人就骇然地看见 韩非的身上 出现了一些细腻的裂纹 虽然这些裂纹不深 但是 这特么才第三道天结啊 唐衍的心头悍然 他自己 是渡过王劫的 毫不客气地说 韩非的这一道天结 已经赶上了当初 轰杀他的八重雷结了 唐衍的面色凝重 韩非到底是有多强 怎么会引来如此可怕的王劫 而曹天之 就更震撼了 他连天结都没度过 这一次见韩非度结 他在盘算 这样的天结 自己能挡得下来吗 就说刚才这一结 他觉得 自己也不一定有把握来着 张玄玉的脸色变换 小禅 飞着体魄 能扛得住吧 夏小禅重重点头 能 越人狂长松一口气 能就好 这看得我头皮都发麻 然而 夏小禅心头也是担忧 虽然他知道 韩非的潜力极大 连武帝城的至高传承 都能拿下 为理由度不了王劫 但还是不免担忧 而这时 有两名女子 分别出现在这里 九英灵站在曾经 九英家所在的屋顶上 可小于置于万千人群之中 此刻 握紧了双拳 看着这一幕 进而站在海云楼 坐看天结 天剑宗 堂哥和慕林 站在藏剑阁之上 只听慕林安慰道 他已经不是当年 那个韩非了 你应该相信他 堂哥点头 我知道 我相信他 天启神数在灵 只是 韩非的伤势 同样并没能完全恢复 第四道雷霆就下来了 这一道 就完全没有寻常 雷霆的影子了 但紫色的雷霆 仿若天开裂痕 轰轰隆这一回 韩非脸色大变 当他发现 周身环绕的灵果的力量 都不够修补自己的生机时 顿时大喝一声 一共十一枚龙血果 全部崩碎 龙血果 本是炼体之果 但在关键时刻 也可以促进身体对能量的吸收 虽然 韩非的实力正在飞速变强 但是 身体的吸收速度 远远没有 雷霆轰击导致的破坏 来得快 所以 韩非要么用某种力量阻挡天结 要么补充自己的生机 要么加快对能量的吸收 普通灵果虽然有效 但是 在速度上远远不够 而龙血果 却是够的 当然了 不能只用龙血果 韩非还有一些地脉泉水没用 这一刻 哗啦一下 全部倾倒而出 无穷的生机 直接将韩非包裹 直到这第四道雷霆消散 地脉泉水的力量 还有一些留存在虚空之中 当然了 韩非照样还是受伤了 在雷结消散的第一瞬间 韩非就是一道天启神术 砸了下来 一边使用天启神术 一边吸收地脉泉水的力量 不过三吸不到的功夫 韩非算是缓了一口气过来 这一刻 韩非的伤势完全恢复 地脉泉水 也被韩非完全吸收 当然 韩非知道 下面 自己要继续正面承受天结的力量 可能身上的那些重要资源 就得开始用起来了 忽然间 韩非感受到了体内 那些混沌之气开始移动了 这些混沌之气 开始纠缠 似乎想要打开一道神秘之门 韩非不禁想起老乌龟说的话 说自己渡劫的时候 自然会知道如何屁海 现在 混沌之气自己动了起来 正在往自己的丹田而去 而丹田处 是自己的道种 即便是现在 韩非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屁海 不过 不管了 眼看着下一道天结就要来了 还是先渡劫来得要紧 这一回 韩非又是祭出了三万余梅灵果 同时 还祭出了一大片妖气精华 以补充生机 空蒙当地五道天结降临 但紫色雷霆已经开始向紫色转变 天穷之上 一片飞红 当灵果和妖气精华 全部被天结湮灭之时 韩非忽然间感受到 混沌之气突然钻入了道种之中 自己的心神 浑然间分开 韩非仿佛看见了一片荒芜之地 这是一片只有百米左右的荒土 可是 当一道道混沌之气涌入之后 这片荒土正在开阔 土地 似乎也变得肥沃 有一些水 从荒土中渗出 韩非心说 这难道 就是所谓的本源海 这也太小了吧 混沌之气进入的速度 并不快 平均一息只能进入两三缕 按照这速度 天结完了 自己都不能将全部的混沌之气 栽入本源海 但是 韩非又有另一种感觉 自己似乎能够开辟此间 渡劫之时 可以分心二用 于是 韩非的一部分心神 沉浸在了这荒土之上 一半在抵御这天结 卡卡卡坚持了四息左右 韩非发现 灵果的力量和妖气精华带来的生机 基本上已经被消耗 却见韩非心头一动 天雀星辰果出现 这是当初在太清宫 抢来的宝贝 本身 这天雀星辰果 也蕴藏着三十缕混沌之气 服用后 有一定几率 会激活体内的血脉之力 只是 韩非的血脉没被激活 而是被这天雀星辰果给引动了 只可惜 这枚果子虽然厉害 也只作用了半熙左右 他的整体力量 就被消耗殆尽 而半熙之后 韩非身体大面积开裂 金色的鲜血 再斑解一散 至此 第五道天结度过 韩非苦笑着发现 这特么 才区区五道天结啊 自己珍藏的数十万灵果 现在 只剩下不到五万枚了 这五万枚灵果 在第六道天结的时候 只能一次性消耗 翁天启神术不计代价地降临 韩非身上的裂缝 正在飞速地愈合 金色的血液在虚空交织 也在倒流 当渡完这一道天结后 韩非豁然间发现 自己开辟的那本原海中 混沌之气流入的速度 快了得有一倍 如果说 刚才一席间 只能有三缕混沌之气钻进去 现在 一席间能有六道混沌之气钻进去了 只是 即便如此 还是太慢了 韩非看见 那本原海 正在拓展 但速度感人 一吸 大概只能开辟个几十米 这特么 是在斗谁呢 人家的本原海 都是几千里 自己的本原海 才几百米 完了吗 这不是 韩非心道 应该是杜结程度和本原海 开辟的速度 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了 除了本原海的自主开辟 韩非的另一半审念 心念一动 抓过一缕一伞进来的混沌之气 韩非 但本原海 终究不是练妖狐 所以韩非只能卯足了劲 一刀刀去开辟 此刻 第六道天节即将降临 天启神术的治疗速度虽快 但也没快到短短两三季内 将韩非被重创的身体给治疗好 于是乎 韩非提前释放出了所有的灵果 这些 都是韩非在暴乱沧海 积攒下来的资源 如果能够凭借这些资源 抵御第六道天节 也算是不错的了 毕竟 抵御天节的同时 这些能量果的能量 加上天节的能量 几乎都被自己吸收了 天节既是劫难 也是城王途中 成长的一种方式 韩非知道 五万枚灵果提供的生机 以及温和的能量 是不够的 所以 韩非手中不禁握住了一只小瓶 卡擦随着韩非一把捏碎 那小瓶子碎裂开了 只看见一枚三道道文硬刻的丹药 出现在了韩非的手中 要说这里 谁的炼丹本是最强 当属江老头了 但是 当他看见韩非手里的丹药时 不禁讶异道 那是杰丹 立过天节的杰丹 加小禅紧张地握紧了拳头 此刻努力让自己平静 只听他道 三重道文丹 立过三节 但是 在这等威势的天节之下 也不知道能不能挡得住 略人狂 烂天灵果环绕 还有这什么节丹 应该能撑过去吧 张玄玉唏嘘道 这度王节 也太可怕了 为了度这节 非到底是准备了多少灵果了啊 只听任天非道 他只是选择了硬抗 如果不这么硬抗的话 其实 到现在 他也不用消耗这海量的资源 硬抗 众人不禁看向任天非 露出顾解之色 这也是他们看不明白的地方 硬抗渡截 就真的比借助道具渡截更好 只听任天非道 天节 乃是天地间 最纯正的杀伐之力 代表的是天道 同样的 天节正因为至纯 所以 也蕴藏着极其庞大的力量 每一次天节轰落 凡是被身体汲取的一部分 都会改造渡截者的身体 而身体吸收天节的量越多 其成王后的实力和潜力 自然就要比以气物格党 渡过天节的王者更强 张玄玉 那岂不是说 渡王节 谁的体魄更强 成王之后就更强咯 将来 也都会远远领先于那些 不是肉身渡截的人 任天非摇头 不 话不能这么说 肉身渡截 只能让你渡截成王之后 比旁人更强 但是 王者 那时生命层次的提升 是血脉的提升 血脉和生命层次是基础 如果基础不如人 那么就算肉身渡截 将来也会被人给追上的 这就是潜力 若任天非说的这个道理 即便是唐衍和任天非 都不是很了解 虽然他们心里早有猜测 但是 他们毕竟不是王者 所以 根本无法领会王者之间 到底存在着什么差异 此刻 被任天非一点 他们也算是通达了 只听若小白道 他已经凭借肉身 硬抗了第六道天节了 他该不会 是想全程 硬抗过去吧 若小白的此话一出 众人沉默了 按照韩非这个信 是极有可能的 轰轰轰轰 众人快速交流的时候 无数紫色雷迈降临 最粗的那一道 完完全全就是紫色的雷霆 就这 万里之外 也被黑云遮盖 十万里内 天穷之上 有狂风起 有雷霆在交织 似乎 雷霆的质量 在越来越强 或许 还有另一层原因 那就是 阴阳天的天道雷劫力量不够 所以覆盖的范围就广 需要汲取更大范围的力量 所以 韩非杜劫 动静就格外的大 三眉劫单入体 韩非刚才在一瞬间 自己的身体 就被丹药内迸发的力量 给填满了 这股力量 疯狂的一出体外 帮韩非的肉身来中和 抵御天节 当然 能量还不是关键 三重道文丹 是经历过天节的丹药 所以 此际吞服 短时间内 就能给韩非大量的大道之力 虽然这不属自己的大道 只是天地道运的一种体现形式 但是 即便如此 它也让韩非的肉身 在一瞬间激发为最具韧性的状态 一息 两息 三息 到第三息的时候 所有灵果提供的力量 就被韩非消耗殆尽 在灵果提供的生机 全面消失的那一刻 雷节之中 韩非抱贺一声 天启神术 此番 韩非顾不得许多 千年生机 砸在了自己的身上 配合三重结单 裤住自己的肉身 强行在这天节中 坚持了下来 崩荡第六道天节消散 韩非气喘吁吁吁 嘴里骂骂咧咧 各归儿子的 完全超过了雪凡的第九道雷霆 老天爷 你玩我呢 韩非恢复着伤势 此时发现 每一息 可以钻入本源海的混沌之气 又多了一倍 现在 每一息 大概能十二息左右的混沌之气 钻入本源海 韩非感受本源海中的世界 一半心神 正在想办法快速拓展此间 但是 韩非发现 自己开辟的速度在看 也没可能一下子开辟几千里啊 当初 水中仙城王可绝不是开辟了这么一点 神子开辟的更大 不应该啊 按理说 我度过了前六重天节 应该已经知道怎么屁海了 这混沌之气进入本源海 顷刻间 就消融在此间 也容不得我插手 那我的心神 留在这就只能斩出数百里 忽然 韩非心头一动 就看见头顶 不知何时 伸出了一根小藤 这根小藤 正在努力的往自己的本源海里面钻来 在那根小藤周围 韩非还看见了 有其他几根小藤的嫩牙 似乎也正在艰难地打开什么壁垒一般 想要钻进来 韩非 韩非当时 眼皮就是一跳 练妖狐 这个时候 就能钻入自己的本源海 韩非心说 这家伙想干嘛 难道又要换地方住了 这会儿 韩非也没空去计较本源海的事情了 本源海 自己可以慢慢搞 即便撑亡了以后 也可以开辟 但是 第七道天节 已经显露出来 韩非看见了一大坨紫色 这一坨大紫 直接将韩非看猛了 甘 以为这 就能阻我 只看见韩非双手 再次抓住俩指玉瓶 卡卡两声清脆的声响 两枚三重结丹 出现在韩非手中 只看见韩非双手往嘴巴上一拍 一下子 连吞了两枚三重结丹 下方 夏小禅终于紧张了 连忙看向任天飞 大紫天节 这是妖节的征兆 妖节 所有人纷纷看向夏小禅 若小白道 什么是妖节 只听任天飞道 是出反常必有妖 韩非的天节 已经完全超过了正常的天节可承载的程度 他现在经历的每一道天节 都堪比寻常人屁海的终极天节 所谓妖节 便是无常之节 没有人会知道 这天节会强到什么地步 孤独这时候 众人心头都是一尘 然而 在所有人当中 唯有一人目光坚定 这人 便是韩颖儿 他坚信 韩非不可能渡不了这节 轰蒙第七道大紫色的天节 宛若天地尖竖起了一根雷节之柱 千辛城中 所有人都看傻了 整个天地尖 只剩下那一道紫色光柱了 光运散开去 无穷之远 在常人看来 这特么 哪里是天节 这根本就是天要杀人 然而 韩非却抱吼一声 脚踩虚空 大喝一声 迎接而去 通当韩非和这一道天节撞击的一瞬间 体内的两枚结丹就在疯狂爆发 似乎要将所有的药效 在这一瞬间爆发掉似的 卧槽韩非的脸色大变 这一道天节 连自己的神魂都受到了冲击 同时 韩非也感受到 两枚结丹的力量 竟然有点不太够用 顿时间 韩非就知道 不能耽搁 天节之中 韩非的手中 又突然出现了一枚五道道文的丹药 五重道文丹 韩非也只有这一枚 这一枚丹药 可不是用来杜劫的 而是用来让自己变强的 只听韩非大吼一声 实力在瞬间飙升 两倍战力 让韩非除了战力之外 各方面都大有提升 韩非一直没敢动用 大道之力和无敌之眼 怕的就是自己的资源耗尽 用无可用 现在 出乎韩非的预料 这才第七道天节 竟然就要用到五重道文丹 那后面的两道 又该如何 一息 两息 三息 到第四息的时候 韩非蹊跷已经不是在流血 而是在飙雪 韩非悍然 自己的神魂 绝对不能受创 神魂一旦受创 此节能不能不 那就难说了 韩非丝毫没有犹豫 五帝城购买的六品魂丹 毫不犹豫地用出了一枚 魂丹一出 立刻印于韩非的眉心所在 韩非指神魂 仿佛被添加了一道避障 但是 那避障的光芒 忽明忽暗 极其不稳 一直过了两息 魂丹避障 出现裂痕 但此刻 第七道天节 也已经消散 扑韩非喷了一口血出去 但是 韩非没有丝毫怠慢 当即喝到天启神术 第1886章 硬抗天节 下 韩非此刻 面色凝重 屁海艰难 烈妖湖的四根小藤 已经钻了进来 而混沌之气 每一息可以涌入的数量 达到了25缕左右 此刻 本元海开辟成了一个百里大的 不规则的大湖 可是 相比真正的本元海来说 这特么 也太小了一点吧 但是 烈妖湖入主本元海 说明本元海将来 应该有的是办法开辟 现在 对韩非来说 关键的问题是 三重道文丹 自己已经用完了 五重道文丹 自己也用完了 现在 韩非只剩下两枚六品魂丹 还有500金深海幽泉 当然了 除了这些之外 还剩下的 就是先公之上 正在疯狂往外散发的能量和灵气了 通作为韩非的底牌之一 韩非直接落在了先公之上 周身毛孔全部张开 顾随着韩非这全身一息 韩非直接变成了一只能量大减 庞大的能量和灵气 疯狂地冲击韩非的身体 呼呼这混韩非的大嘴 全身毛孔 仿佛无底深渊一般 几乎每一息 都能直接吞掉先公近1%的能量和灵气 这些灵气 在进入韩非的体内后 不是用来充斥他的血肉 淬炼他的经脉 改善他的骨穴的 这些力量 只是韩非用来阻挡天结 与天结之力做对抗的 当然 对抗下来 两种力量变得温和 便能驻留在自己的体内 在韩非的感知中 节云的吸纳 已经超过了自己的感知范围 而天穷之上 第八道天结 还在蓄力 此刻 已经露出了一些暗紫色的征兆 韩非看得眼皮狂跳 嘴角抖了三抖 双手再次抓出了两个瓶子 这是韩非最后的六品混单 无垢肢体还在疯狂运转 本源海还在开辟 韩非感觉 自己的身体力量 正在以一个极快的速度 疯狂的攀升 韩非宁愿这样僵持一个时辰 如果真可以的话 韩非觉得 自己的实力 得暴增五成 但是 天结不会给韩非这个机会 第八道天结 说来就来 当二暗色子雷落下之时 漫天都是雷网 韩非站立在先攻之上 动也没动 任由天结轰击 几乎是在一瞬间 他上一次没有消耗完的六品结单 立刻崩碎 但是 韩非丝毫不慌 两枚六品混单同时使用 他已经顾不上最后一道天结了 先把这第八道天结度过去再说 啊啊啊韩非大吼起来 声音在天地间震动 只听那狂怒的嘶吼 谁人能不动容 千兴城历史上 唯一一次度王节 韩非之名 早已刻入每一个人的心头 为人希望 韩非度劫失败 因为只有韩非越强 千兴城才会越好 最新岛越好 整个人族才会越好 韩帅 坚持住了 韩帅无敌 韩帅 区区天结 根本拦不住你 韩帅 天结也不配成为你的对手 韩帅 卡卡卡只看见韩非的身上 一道道裂痕出现 只是 韩非根本没有去管 只见韩非的眉心之上 一只金色的眼睛 缓缓睁开 那一刻 只听韩非低吼般的声音 响彻整个世界 此间天地千万劫 唯我韩非称无敌 大道归一 吼 刷那一瞬 韩非终究出手了 虽然满身裂痕 却手指苍天 兼弓之中 能量如潮 灵气如海 此刻尽数化作一剑 直逼苍穹 逆劫而上 兼兴城中 这整个阴阳天 都看见天穹之上 有星辰在碰撞 不论是碎星岛 还是三十六镇 亦或是三级渔场 都能看见 王道之音 席卷天地 天水村 老村长 爬在自家的屋顶上 双手高举 嘴里念念道 要赢阿碧海震 李刚携整个鱼龙帮 正在高呼 帮主无敌 帮主必成王 碎星岛 天腾在挥舞着藤蔓 群天剑马 此刻已经突了 大剑横空 似乎在给韩飞助威 恐怖之僧这边 强者此刻都到了 千辛城那边 说实话 他们早已被镇住了 他们实在是难以想象 茫茫众生 都在支持着这个人 而这个人 能在这种根本不似 人间威力的力量下 支撑到现在 这还算个人吗 实际上 在恐怖之僧这边 纷纷惊讶的时候 人族不死成和妖兽联盟 也有人来到了阴阳天 之前 韩飞答应过 可以让部分人 过来阴阳天这边看看 谁知道一过来 就看见韩飞杜劫的场面 人族不死成那边 陈湘和几名 韩飞昔日的手下 正在惊叹 这是他们第一次 看见有人杜劫成王 场面浩大 想看不见 都难 云天鹤惊叹道 韩帅 远比我们想象中的 要强大啊 花猛 听说 黑沙罗王连韩帅本尊的一件 都揭不下 可惜 未能一件 否则 够我吹一辈子了 陈湘心头暗惊 这就是韩飞真正的实力吗 可笑当初 自己还质疑 他是不是有那个能力 成为 岁星岛最高统帅 人家 其实根本就是 阴阳天的主人 要受联盟那边 焦梦月 熊超帅几人过来 金虎嗷嗷道 可惜了啊 应该把所有 伴王境强者 都叫过来观摩的 渡王节 这可是千年 难得一见的 盛大场面啊 焦梦月摇头道 看也没用 你看见他 这王节的强度了吗 我估摸着 从第三道天节开始 就已经不是正常人 可以接下来的了 当初 老杨渡节时候 你们什么时候 见过紫色雷霆的 此季 韩飞见指天节 整个先公 都在给他提供力量 如此霸道狂放的一击 仅仅看一眼 都有点承受不了 就这 韩飞整个人 从手指到整个胳膊 再到身体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纹 而天启神术 在这一节时 根本就没有挺过 即便天启神术一刻未停 也都没能完全把韩飞置好 大道归一剑 终究是不可能跟暗子雷霆比的 只撑过了三夕时间 好在 人族的怨力 正在疯狂的透露到韩飞的身上 在怨力不断消耗之下 韩飞这才算是保证了身体的完整 否则 此刻恐怕是要被轰成残肢 虽说身体碎裂 韩飞也不惧 但是 终究恢复起来 浪费时间 而自己现在 最缺乏的就是时间 三夕 四夕 在第五夕的那一刻 只听卡卡卡 韩飞一声骨骼 多处断裂 魂丹臂障 暗淡无光 无敌之眼 直接崩溃 第三只眼受创 韩飞连咳了几口大雪 终于撑到了天结消散 而这时 夏小禅等人 才是最担心的时候 这时候 韩飞的状态 看起来并不是很好 他的身体 布满了裂纹 甚至 有几处是害人的裂口 就像是身体要裂开似的 也得亏天启神术 不源源不断地供应质余光辉 也得益于韩飞以前 吞了太多强者的生机 这才能支撑他 如此肆无忌惮地使用天启神术 治疗肉身 只听下小禅贺道 笨蛋 不要硬扛了 都地久到天结了 不一定要肉身成王 任天飞贺道 臭小子 虽然我说过 肉身也可通神 但是 你这事在玩火 马上都地久到天结了 已经够了 白老头 江老头 这会儿也纷纷大喝 提醒韩飞 然而 韩飞身上 发出咯咯的声音 那是骨骼恢复的声音 只听韩飞道 要走 就走出一条真正的强者之路 我要的是镇压暴乱沧海 我要的是打破囚笼 我要的是走到极致 站在沧海的笔端 吼韩飞挥手一甩 千万枚极品灵石 散步于仙宫之上 刚才一击 韩飞用了太多仙宫能量和灵气 现在 这些力量只剩下半数不到 而想要抵挡最后一劫 韩飞确实得拼了 呼呼韩飞张口吞吸 如同魔晶吞海 每一吸 都有无以计数的能量 涌入体内 而天穷 竟然忽然动开 露出了一片飞红 那是红色的天结 在九天之上交织 这一刻 韩飞根本已经没时间顾及 本源海的摄入量 已经变成了 每吸五十多缕混沌之气的涌入了 韩飞更没注意到 本源海中 竟然浮现了一片 自己熟悉的场景 这里 有土地 有大坑 有河流 河沃土 口这一刻 韩飞竟忽然咧嘴一笑 丹田之中 道肿震动 大道颤动 只见韩飞的整体实力 瞬间飙升了三倍 这还不算 只听韩飞喝道 融合 这一融合 韩飞双眸中 爆发出黑白两色 跨龙大树 口一声九霄龙吟 响彻了整个阴阳天 只看见韩飞的身体 竟然开始膨胀 紧跟着 灵气如飓风 一片片龙鳞 于风暴中出现 一个转身 仙宫之上 哪还有人 只看见一条百丈苍龙 张牙舞爪 迎天而上 是人惊叹 惊呼 那是 传说中的龙 天那 难道韩帅 是真龙转世不成 好生凶狂 迎天节而上 王者就是这般姿态吗 空梦龙天穷之上 先红雷霆 再交织 发出阵阵巨响 在韩飞画作黑暗中的一点时 有红色天柱垂落 仿佛天地开一线 直破运外星空 第1887章 我就是天魔 红色天节 在降临的这一刻 众人纷纷闭眼 实在是这诡异的力量 刺得人眼睛发胀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勉强睁开眼睛的 也就只有尊者静的强者了 但是 即便夏小禅他们还能观摩 可韩飞已经彻底地 被天节包裹住了 他们只能看见一道冲击波 在节云中央 玉银头砸下 至于其他的 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此刻 夏小禅 张玄玉 洛小白 恶人狂 任天飞 这些人的手心和额头 全都是汗 内心一刻都不敢松下 就连任天飞 都悚然了 这种天节 给自己的话 别说度了 一吸不到就得被免成了渣 实际上 虽然韩飞动用了大道之力和画龙大树 但其实也并没有占到什么好处 画龙大树 或许是初学的缘故 只撑了一吸多 就被打回原形 韩飞的大道提升 在第三吸的时候 感觉自己就已经不太能扛得住了 感觉要崩溃 天启神术还在照耀 只是旁人看不见 嗡 被迫无奈之下 韩飞动用太上阴阳轮 可是 这一方是只坚持了半吸时间 韩飞试图使用一下时光大道 结果 在这里 时光大道根本无法用 此时 韩飞已无法回归前一刻的最强状态 好不容易撑到了第五吸 韩飞的眼中 却看见苍穹之上 一个无形的大影 似乎从雷结之中 朝自己冲杀而来 那一幕 仿佛老乌龟曾经施展过的魔器 似乎要直透自己的心神 这一刻正在开辟本原海的炼妖狐 震颤不已 韩飞知道 若是再不动用防御类武器 或者大阵守护的话 自己可能真的撑不过来 怕了 韩飞本来准备以最完美的状态 渡过这个劫 单凭肉身度过 凭借自己海量的资源 硬生生地扛过去 但是 自己还是低估了天节的力度 导致资源准备的不是那么多 早知如此 自己就算是亲近家产 也要在五地城买到自己 无钱可买了 方能罢首 但现在 说什么都晚了 韩飞心念一动 最后的五百金深海幽泉 全部吸入体内 要不然 神魂之力若是扛不住这天魔 自己起不渡劫失败了 这是自己万万不能容忍的 前面的九十九步都走完了 最后这一步 焉能毁在这最后一步上 然而 就在韩飞准备激发一件 他准备已久的龙骨大伞时 豁然间 自己的眉心在闪 只听揪的一声 无边煞气突然将韩飞身体包裹 一双黑色羽翼 展翅百米 仰天咆哮 韩飞的心头 只听的确道 天煞战体韩飞心头一惊 自己不是没考虑过动用地雀的力量 但是地雀现在也没入尊 估计只是到了半尊这个地步而已 即便地雀的来头极大 身是惊人 也不可能在半尊的状态 面对王者天结吧 但是 在这一刻 地雀却主动现身了 天煞战体 估这一次 韩飞不是吞吸能量 而是在施展这天煞战体的时候 不由得到吸了一口冷气 韩飞仿佛感受到 在自己的身后 拥有千军万马 在自己的脚下 踏足蛮荒大地 韩飞感觉 自己体内 正在往外迸发无穷无尽的恐怖煞气 而此刻 韩飞眼中的那天魔之躯 仿佛变得不再可怕 只看见韩飞的阴阳神眼 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一双黑瞳 灾祸之眼 只见韩飞眼中 爆发出一片飞红煞气 韩飞心头 隐隐浮现地阙之音 又是模拟天魔之香 天结之威 今年不变 你可知 我就是天魔 就却见韩飞一张嘴 一轻逆黄两道交织的力量 冲天而起 这正是韩飞积攒的 一缕仙灵之气和凶煞之气 交织而成的天魔煞 此机一出 就看见那红色雷柱之中 仿佛有个球体迎天而上 饶是天结 亦不可阻 那仙魔煞的力量 直逼苍穹之上 然后 化作一片巨大的涟漪 震荡此间数十万里 这一刻 天地失色 日月无光 此时 整个世界 仿佛陷入了一片 朦胧的白色光雾之中 天结没了 而韩飞的心头 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 你还不够强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所有人都回过神来 在回神的那一刻 夏小禅和任天飞这些人 也顾不得眼睛被刺的泪流不止 强迫自己往天穷看去 直到 夏小禅看见 那仙弓之上 韩飞的身影傲立在半空 中围灵气交织 涌入他的身体 在韩飞的身边 霞光阴晕 那是大道之力的外显 夏小禅长出了一口气 呵 这个混蛋 就知道逞强 叫人不能省心 夏小禅抱怨了出来 若小白等人自然也就放心了 他们现在 各个都泪流满面 倒不是哭的 而是被那白光给刺的 毕竟 以他们的实力 实在是有点扛不住 任天飞骂骂咧咧 臭小子 吓死老子了 不过 那玩意天结都能扛下来 难道是悟出了不灭神体了 不行 回头得问问才行 见到夏小禅和任天飞都相继放心了 众人也都明白了 只听白老头大笑一声 哈哈哈哈 暴徒学院 出王者了 江老头大叫 老子叫出了一个王者 江琴偏了江老头一眼 行了 连往脸上贴金了 你再叫一个试试 江老头胡子一吹 丫头 别跟我抬杠 又过了数百夕 七大宗门 这才相继反应过来 天剑之主 直接传音堂哥 他成王了 却见堂哥 当时就咧开了嘴角 那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江梦月 子罗等人 此刻也全都悚然 只听子罗道 回去告诫恐怖之僧的所有人 从今日起 全都安分起来 诚心归附 此人太强了 即便恐怖之僧将来也能诞生王者 也绝非其敌手 江梦月悠悠一叹 轻轻拍了拍牛大力的肩膀道 大力啊 别想了 如果他真的是一头牛 也就罢了 但 他是一个人 现在 是真正的王 是阴阳天之主 在众人感叹的这一刻 韩非却在惊叹另一件事情 等到他全心全意 杜劫的那一刻 他发现自己的葫芦 盘旋在自己的本源海之中 而自己的本源海 靖特娘的 变成了炼化天地了 韩非当时 整个人都迷了 我特么杜劫 杜到第八重的时候 本源海才不过百里大小 这一转眼的功夫 怎么就特么变成炼化天地了呢 韩非一再求证 他发现 当自己心神沉浸到中 直接就进入了炼化天地 或不 进入了本源海之中 而当自己想从脑海中 直接去炼化天地的时候 却没用了 呲 所以 我特么到底是开辟了本源海 还是没开辟本源海啊 不过 韩非感知一扫 终究还是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 自己感知一扫 发现这本源海 其大小竟达到了 六千里方圆 若按直径去算的话 有一万两千里之多 韩非的眼皮狂跳了一会儿 虽然惊讶 但是在惊讶之余 韩非却又想到了另一件事 如果炼化天地变成了自己的本源海 那么 自己可以让别人进入本源海吗 这个想法 韩非觉得必须找人试一试 这玩意 如果可以的话 那就可怕了 自己的本源海中 可是32倍时间加速 秋连一年 可抵外界三二年 这岂是可以开玩笑的 当然了 这个得等回头再世 此时 韩非感觉到自己体内的力量 正在发生着变化 不再是灵气改造自己的肉身了 而是有道运在滋养肉身 这是自己诞生的强者道运 是大道之力 韩非感觉 自己一眼可见五十万里 此时 他感受到 在千辛城中 无数人在惊呼 祈祷 询问 感叹 一瞬间 有太多太多的消息 可以汇聚到自己的脑海之中 这时候 韩非才知道 老乌龟所说的 王者可以监听天下 这话 所言非虚 韩非在无数人的口中 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甚至 自己可以追寻某一个声音 轻刻间降下神时 只和他一人说话 就像他在无数声音中 听到了九英灵用轻柔的声音说道 我知道你会成王的 恭喜你 也等着我 韩非可以一念间 看见九英灵迎着耀眼的白光 被此的泪水流淌 但也毫不在乎 而韩非一转念 看见纯阳岛上 苏阳跪在地上 声音颤抖道 老祖 赌赢了 我们这辈子 做出的最好的决定 就是将打几何苏三千 送进了暴徒学院 如今 韩帅成王 总有一日 我苏家或许也会诞下一位真正的强者 在理想宫外 韩非听见任天妃和江老头 都在嘚瑟自己是他们的徒弟 除了这个 韩非感受到 理想宫原址之上 有一枚龙珠 也藏在地下 感受到韩非的目光 苍龙声音悠悠 恭喜你渡截成王 希望你信守约定 韩非直接回应道 自然 答应你的事 我不会食言 韩非此刻 也是心神激荡 自己刚刚渡截完成 需要考虑的事情还多着呢 自己还需要巩固一下实力 韩非立刻就把心神 放在脑海 自己的信息浮现 主人 韩非等级 九十级 辟海 沧海万祖谱 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两百一十九 棍盾之气 五千两百二十六缕 精神力 四十七万九千九百八十八 感知 五十万里 力量 十二万五千六百九十四浪 第一灵脉 未知 第二灵脉 未知 第一天赋灵魂兽 双生阴阳吞铃鱼八十级 第二天赋灵魂兽 必确八十级 主修功法 虚空垂吊术 第七层虚空降灵术 王级神品 第十八百八十八章 字号人亡 在看见自己这信息的时候 韩非当时 心里就乐开了花 终于 苍天不负有心人 自己的实力 可谓是暴涨了数倍不止 单纯从力量上看 自己直接攀升了三倍多 记得 老元当初说 他屁海后的力量 是多少来着 八万多浪 这已经是寻常人不可及的了 那自己呢 足足十二万浪 稍微修炼修炼 十三万浪不在话下 就这实力 如果再入暴乱沧海 什么是大海盗团 什么北悬兵 什么封新兰 自己一个都不处 当然了 除了力量上的提升 韩非发现 自己的血脉 有了一个翻倍式的成长 这回 是真的翻倍 从272万 来到了132万 足足提升了140万名的可怕数字 孤独韩非当时 就咽了口唾沫 韩非知道 这132万名 应该已经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数字了 辟海城王 自己如此可怕的天节 才能达到这等名次 可见 这沧海万族中 强者血脉 到底有多少 这沧海万族榜 也让韩非意识到 自己还不算是 沧海万族中 最顶级的存在 所以 自己还要继续努力 此时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直接进行血脉吞噬 这部 韩非心头一动 信息浮现 沧海万族 2962万0223 主人 132万1219 就近血脉 上古苍龙 时光龙里 金乌神雪 双生阴阳吞鲤鱼 地雀 六门海星 推荐血脉 上古苍龙 一看这信息 韩非当时 嘴角就抖了抖 排名玩意儿 最适合的血脉 竟然是上古苍龙血脉 这意味着 六门海星的血脉 都要比上古苍龙强大 这倒是挺出乎 韩非预料的 六门海星这货 基本上都不修炼来着 全特么靠传承 全特么靠棒女按摩 如果不是因为 又遇到了自己 隔三差五 给她敲打一下 这家伙 指不定还躺着逍遥呢 要论最能享受 莫过于六门海星事了 但就是这货 其血脉 竟然比上古苍龙要强 这一点 让韩非不得不惊讶 这些神秘类的生灵 到底都是什么水准的啊 以前 韩非也遇到过一只神秘 但是 和六门大爷 还有小黑 小白比 那就差远了 现在 的确也变成了神秘 而说 的确是洪荒第一凶兽 那是带领着群凶 和神兽开战3000年的变态 但是 这家伙也要往神秘变 也不知道这神秘类 有什么好的地方 讲到地阙 韩非忽然心头一惊 最后的一道天结 地阙竟然出手 帮自己干掉了天魔 听地阙的那意思 他就是天魔 这家伙是魔鬼吗 他才伴尊啊 哎等等 韩非再一看 忽然发现 地阙 竟然已经八十几了 这是入尊了 啥时候入尊的 韩非不惊讶 难道是刚才 自己和地阙融合的时候 这家伙也吞了雷姐 所以 直接就入尊了 这速度 竟然已经追上了 小黑小白 韩非不禁无语 按照这速度 再过个几年 是不是这家伙 也要成王了 而除了力量 和沧海万族排名的提升 韩非发现 自己的神魂之力 提高了约莫十万点左右 将比于力量而言 神魂之力的提升 就不算多了 力量是翻了三倍 神魂之力约莫是提升了三成 不过 韩非已经非常满意了 毕竟 自己这才是出入屁海境 一旦等自己稳固了王者的力量 战力可就不止提升 明面上的这点数字了 在看完这些基本信息之后 韩非感受了一下 自己的体内 拥有的其实还是灵气 但是 灵气的质量和之前相比 是天差地别了 而且 主导这些精纯灵气运转的 是盗运 是自己运生的盗运 忽然 韩非有些讶异 自己的混沌之气 怎么没有变少 反而变多了 韩非不禁眼皮一跳 渡劫 并不会损耗混沌之气 只听韩非道 老元 你听得见吗 老乌龟的声音 悠悠响起 能听见 天节出现之时 我收敛了全部的气息 这是至纯杨雷 但凡有一丝的沾染 我怕是会直接被批得灰飞烟灭 其实 老乌龟现在也是给惊叹住了 这家伙 到底是怎么在这种级别的天节下 活下来的 当老乌龟看见那漫天子雷 还有那些红雷霆的时候 甚至都觉得自己要凉了 他甚至 都想出声提醒韩非不要硬抗了 谁能知道 韩非竟敢真的 就硬抗过来了 不用说 韩非此刻的力量 神魂 感知 所有方面 都要碾压自己当初那会 因为韩非是实打实地硬抗过来的 吸收的天节力量最多 这世上 又有几人能做到这样 不过 韩非可不在乎这个 只听韩非道 老元 我的本源海 是怎么回事 老乌龟 这个 我也不清楚 你的葫芦天地 和本源海融合了 或者说 他们两者本来就相通 具体你问我为什么 还不如问葫芦呢 这个 我真的解答不了 不过 韩非 不过什么 老乌龟道 如果葫芦空间 变成了本源海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极大的好事 本源海中 你就是主宰 和在葫芦空间中不同的是 你甚至可以利用这里的时间 当然了 只能根据葫芦空间里时间加速的范围来决定 不能超出 也不能缩短 嗯 韩非不由得心念移动 果然 本源海的时间加速 变成了十倍了 只是 韩非也只是惊讶了一番 仔细一想 也就觉得这是一个积累的技能 我自己的本源海 我肯定是能全加速状态的啊 韩非又道 老源 这本源海是我的 那我现在 是不是可以进入本源海修炼 老乌龟 当然 本源海 本就是每个人最神秘的地方 当然了 进来的时间 需要处于绝对安静的状态下 将心神沉静下来 而不是如你之前那般 只要有三夕时间 就可以轻松的进入葫芦空间了 嗯 这样吗 韩非不禁皱眉 如果是这样的话 倒是不方便逃命 如果是在战斗中 就没有以前那般方便了 所以 将来自己的更小心才对 韩非 所以说 当我进入本源后 别人也无法感知到 对吗 老乌龟 理论上是这样的 因为别人无法找到你的本源海 但是 你在进入本源海的时候 留下的那空间节点是固定的 所以 你出来 也只能从那里出来 而且 如果真有那种空间大道的极强者 也可能从空间节点中 直接挖出你的本源海 韩非心头一沉 看来 以后再战时进入本源海 怕是不能乱用了 否则 容易被人蹲点 如果还打不过 那怕是就完了 韩非 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混沌之气没少 老乌龟 混沌之气用来支撑本源海的存在 混沌之气越多 本源海就越像是一个正常的小世界 而一个正常的小世界 不仅可以存储你自己的道运 还可以滋生新的道运之力 凡不给你 以备不时之需 韩非挑眉 说得好像自己在创造世界似的 此刻 阴阳仙宫之上 原来用来支撑天道法眼的能量和灵气 此刻被韩非基本上吞完了 为吞完的 也基本上随着赤裂的白色光雾 溢散了出去 可以说 这一日 千辛城上空 灵气和能量直接浓郁了近十倍 凡是聪明人 此刻早已盘坐下来 修炼了 千辛城中 突破者数不胜数 韩非看着一片荒芜如废墟一般的仙宫 又看了一眼被天地自然阵护在其中的庭院 韩非手握正处 忽然发现 自己似乎能够撬动这天地自然阵的真正的力量了 此刻 韩非的眼里 甚至脑子的转速 都要比之前快了不少 此刻 韩非直接透过封镜 发现天地自然阵中 浮现了一张图 这是整个阴阳天的地狱图 根据这地狱图的位置 韩非发现 这玩意 竟然好像还是实时的 也就是说 它可以实时地 映照出阴阳天当时的情况 这种感觉 让韩非第一时间 想到了定海图 当初 自己等人在定海图中 看星辰的变化 当初 自己在图中悬空岛的池水中 寻找星辰图的时候 只要星链移动 就可以通过图中所示 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 韩非心头一动 一道投影直接落入图中 结果 下一刻 韩非的投影 就出现在了三级渔场之上 果然如此 有了这东西 意味着 自己只要在星宫之内 拥有天地自然阵 就可以瞬息 间到达阴阳天内的任意一个地方 韩非心头一动 心中有了个盘算 那白色光雾的消散 并没有那么快 所以 此时 仍只有部分人 可以看见韩非安然无恙 大多数人都闭着眼睛 没法睁开 只能张嘴乱喊 谁知道怎回事吗 韩帅到底 突破了没有 不知道啊 韩非也没说话 唉 这白色光雾 似乎没有那么刺眼了 已经可以看见了一些了 次你们快看天上 不少人 此刻纷纷眯眯着眼睛 或遮挡着眼睛 抬头仰望 只看见 天空所在 云雾缭绕 仙气十足 韩非心头一动 大道之音 传遍阴阳天 只听韩非道 人族同袍 无奈韩非 此番辟海 感悟良多 我都胆告诉天下人族 我韩非 今日自好人亡 辟海虽喜 但我人族 游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依旧被困于囚笼 囚笼之外 大敌万千 那里 群王并起 尊者遍地 探索者数不胜数 无计已成亡 自然邪人族昌盛 终有一日 我们将走向外界 终有一日 我阴阳天 将人人如龙 头打破囚笼 走向外界 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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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万人族在丝毫 怨立在汇聚 不论是恐怖之僧 还是人族不死成 亦或是妖兽联盟 此刻 所有人都傻眼了 而熟悉韩非的人 一个个面色古怪 自好人亡 这恐怕 也就只有韩非干得出来了吧 第1889章 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 距离当初 韩非渡劫成亡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阴阳天 迎来了有史以来 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王者 大多数人 还是觉得人亡之名 实至名归 毕竟 是韩非扫清了世家大族 是韩非扫平海妖 是韩非拯救了人类 韩非创造出了太多的第一次 他的名字 在阴阳天 已经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在韩非成亡半年之后 阴阳天和水木天的囚龙通道 就被彻底打破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两界互通 人族不死成和妖兽联盟 分别迁徙了一批人来到了阴阳天 事实上 大家都知道 仙宫的地界就这么大 灵气就这么多 迁徙太多人 并不利于各族的修炼发展 实际上 人族不死成 妖兽联盟 恐怖之孙 都有不少人还在囚龙中镇守 毕竟 虽然当初韩非他们干掉了八十多尊 连黑沙罗王也都给击杀 但是 黑雪城的海妖尊者数量 还有百人 探索者 就不计其数了 这些人 心中何尝不明白 他们被围困于囚龙 充当魔刀石 这些年 活得是战战兢兢 不论是妖兽联盟 还是人族不死成 亦或是恐怖之孙 他们都可以投靠人类 或者和人类建交 但是 他们海妖不可以 海妖 天生和万族对立 以前 之所以能和恐怖之孙建交 那主要是因为恐怖之孙的强者数量少 又受到妖兽联盟的威胁 而他们 必须要找一个势力联合 现在 恐怖之孙根本都不带搭理黑雪城的 而在这十年间 在无数人沉浸在灵气上升 修炼加速的美好生活中时 殊不知 囚龙的裂痕多了数十道 而这意味着 囚龙真在缓缓崩溃之中 韩非当初 给出的结论是百年内 囚龙崩碎 但现在 随着裂缝的增多 百年这个数字 必然会提前 当然了 有坏处 自然也有好处 这十年 阴阳天和水木天的整体灵气水准 足足提升了两倍还多 灵气提升两倍之多 意味着 人类修行者的数量在增多 人类的潜力和灵脉基础 在提升 此刻 洛小白真正坐镇帅府 此刻 正有人回报道 大帅 根据最新一批的数据统计 我们对千辛城和三十六镇 所有八到十岁 孩童进行了测试 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二级灵脉以下的孩子 大约只占总数的不足两成 而那些没到八岁的孩童 我们进行了多年零段 分批测试发现越晚出生的孩子 林外等级越高 我人族必将迎来新的崛起 洛小白微微点头继续跟踪普查 不论是千辛城还是三十六镇 设立专门分布实时统计最新数据 是大帅正当此刻呼听有人大声道 报大帅即是洛小白近来只看见一名探索者 境界的青年匆忙进门 顾不得这里还有人直接开口道 大帅北边死亡之壁 又裂开了一道裂痕 高三百余丈宽似十余米 不等洛小白说话 刚才那一时之人不禁悍然这么大 洛小白微微吸了口气道 知道了此事我会亲自处理一下 继续巡查 但凡有丝毫情况 第一时间来报 是大帅让这俩人退去之后 洛小白往椅子上一座 微微柔了柔眉心 所有人都可以懈怠 但是他不可以 阴阳天刚迎来人族崛起的转机 在这重要时刻 死亡之壁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咚咚洛小白声音淡默道 静 洛小白刚提起精神 却见并没有人进来 但下一刻 就感觉一双冰凉的小手 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洛小白当即 哭笑不得道 你什么时候出关的 幼稚 但凡我实力和你相当 肯定第一时间发现你 哥哥来人不是夏小禅 是谁 只听他道 让你卸任最高统帅之位 你又不肯 天天自己在这 担惊节律 多累啊 洛小白白了 夏小禅一眼道 不是我不肯 而是形势之严峻 万万不能掉以惊心 囚龙若破 暴乱沧海将无法阻挡 外界的强者 到时候 若是遇到外界的那些强敌 人类可能依旧撑不过这一劫 对了 你出关了 咱们的人王大人呢 夏小禅 他去封印那出裂痕了 顺便去看看夏日天 他们在囚龙里历练的如何了 洛小白当即将桌上的遗落资料一盒 当即道 走 我给自己放半天假 回学校 夏小禅 我就是来叫你的 张玄玉和小狂狂也出关了 都在等你呢 洛小白不惊讶意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们怎么都出关了 夏小禅 等会儿 再告诉你 你看你现在忙得 身上的压力那么重 还是应该多火落火落 最好 能找个看得上的男孩子 那平时的生活 就有意思了 洛小白嘴角扯了扯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对情情爱爱的 不感兴趣 夏小禅 是是是 你是要无限变强的女人 你要早日成王 你说这都是年了 你愿力积攒不少了吧 怎么才终极尊者巅峰呢 洛小白嘴角 微微勾起 自然是在修炼无垢玄体 十年打磨 终极尊者静 我感觉已经到了极限 倒是小狂狂和张玄玉 他们借助新朱修炼 现在什么境界 夏小禅 待会儿 你就知道了 暴徒学院 这时候的暴徒学院 已经不似当初的暴徒学院了 哪怕是文人与何肖战 现在都已经达到了探索者境界 毕竟 能够入暴徒学院 根本就没有天资弱的 虽然文人与何肖战 不算最强 但作为老师 那就不是寻常人能比的了 如今 他们至少带着三十多人 正在修行 这三十多人 都是白老头 江老头 江朝等人 在千辛城和三十六镇 搜刮而来的最好的苗子 如今的碎星岛暴徒学院 已经成为了他们的 常驻之地 当洛小白和夏小禅 在他们训练地 经过的时候 不少人惊呼道 是洛师姐 洛师姐现在 身上自带微压之气 都不敢靠近她了 咦 在洛师姐身边那位是谁啊 有人当即在她肩膀上一拍 笨蛋 那是小禅师姐啊 能跟洛师姐处得如此亲密 还能谈笑风生的 还能有谁 呀 武神师姐 不是说和人王师兄闭关去了吗 怎么今日出关了 有人惊呼 小禅师姐出关了 那韩非师兄呢 有人皱眉 什么韩非师兄 没大没小的 是人王师兄 有人敲摸摸道 我告诉你们 我今儿看见玉师兄 何况师兄了 你们说 今儿个 该不会是他们聚会的日子吧 有人提议 咱们要不要 偷摸摸溜过去看看 他这人话音刚落 就看见一个巴掌扇了下来 那说话的学生 被一脑门拍得一猛 啪 你还想偷溜 追给你的胆子 啪 就行切记心服气躁 你们师兄 师姐一露面 魂都没了 那少年一边捂着脑袋 一边扭曲着身体 化作数十道残影道 肖战老师 我知道错了 我就是说了一嘴而已 他只看见一根鱼线横扫 一瞬间将数十道残影抽灭 跟着 一巴掌继续拍了下来 你还躲 你躲得掉吗 正当这时 或然间 就看见虚空一阵 一道身影走出虚空 来者笑道 或 敲战老师 上课呢 敲战见来人 咧嘴一笑道 跟你们当初一样 不听话 搞事情 不敲打敲打 不能成才啊 韩非见那些震惊的 和露出满脸崇拜的师弟 师妹们 不禁笑道 敲战老师的话 你们得听着 他可是叫出王者的老师 你们品 你们仔细品 敲战当即 老脸一红 说道 你这人 落我脸是不是 去去去 俩丫丫头刚过去 你们去聚聚 韩非笑着点了点头 随即道 我 刚才 我去囚龙走了一趟 给您烧了一只浮屠黑山螺 给您丢正了啊 说完 韩非随手一挥 七八十米大的巨大螺丝 滚落在地面上 砸得地面轰鸿一声 震了一阵 敲战撇嘴道 我自己不会去练啊 还要你烧 韩非黑笑一声 身影消失 去了学院后院 而敲战则走到那黑山螺身边 敲打了两下 一挥手 将这黑螺收了起来 他心中不由得意暖 这臭小子 定然是知道自己即将破镜 所以 特意去弄了这么个玩意回来 这浮屠黑山螺 可是伴尊敬的大螺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哪怕和文人语一起去 都不一定能拿下 估摸着 还得叫着王大帅他们一起帮 这小子 倒是有心 肖战老师 我们今天 能放假吗 也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肖战当时 就脸色一板 放假 你脑子被铁头鱼撞了 死亡之壁 裂痕平线 你还要放假 那人嘀咕 人家韩非师兄 还偶尔句句呢 肖战当即笑满一声 什么时候 你要是也成王了 我也不管你 不 你要能入尊 我也管不动你 现在 准备跟我出海 第1890章去外界的提议 暴徒学院后院 陆小白看见张璇玉和乐人狂的时候 不由也是一惊 你们俩 怎么也是终极尊者巅峰了 只听张璇玉笑道 你怎么也是终极尊者巅峰 陆小白当即明白了 合着不止自己在压实每一个境界的极限 他们都在这么做 陆小白不禁看向夏小禅道 你别跟我说 你也是在压制境界 所以十年之间 一直卡在半王境 夏小禅耸肩道 我比你们 还早的时候就开始了 其实 夏小禅很想说 就在这十年间 实力最低的时候 几乎要跌破尊者巅峰了 好不容易 才给修回来的 只听江老头道 小胖子 过来弄饭 乐人狂应了一声 唉 来了 白老头这会儿 手里抓着一把花生 一边嚼着 一边说道 我们正云游呢 给喊回来 这是啥事啊 夏小禅 等韩飞回来 他有事情要说 张璇玉笑道 怎么 难道他又领悟什么绝招了 忽然 有声音悠悠道 绝招 我倒是没领悟 难不成你领悟了 张璇玉随即应声道 嘿 你还真别说 这些年 我将大树相容 创出一套自强棍法 待会儿 咱们比话比话 韩飞 不用跟我比话 我现在 出手就带到运气息 除了给你伪招 没啥用 不过 你想比话 其实还是有得比的 张璇玉道 你说求龙里面儿 这些年 光是陨落在我手下的尊者 数量就多达十个 要不是小白强行禁止我入囚笼 我能给他杀光 你信不信 陆小白当即美好气道 黑雪城那些人 是留给其他人历练的 你打光了 让别人干嘛去 张璇玉耸了耸肩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现在 阴阳天和水墓天一片和睦 水墓天那边是朋友 妖兽联盟那边是朋友 不死城那边更是朋友 就连恐怖森都已经归附 除了黑雪城 还能找谁打架去 月人狂在不远处 清理着一只大鱿鱼 闻声朝这边道 这话 欲说的没错 除了黑雪城 现在阴阳天和水墓天 两边的尊者静 基本都没事干了 韩非 胡扯 尊者静需要修炼的多了 灵气拆解度 都很高了吗 战绩 都雾透了吗 天天就没事干了 白老头道 韩非这话 说的不错 咱们现在 这才几名尊者 十年间 诞生的尊者数量 这才二十人都不到 探索者 也看看诞生2000多人 这要是就飘了 肯定不能够 将老头 都别站在那闲扯 都过来包饺子 鸡人一边唠嗑 一边包饺子 所有人 包括洛小白这个大帅 和人王韩非 全都上了手 韩非 念耳和隐耳呢 怎么没见人 白老头 你去囚龙 没遇见这俩 韩非 我 这不 没继续讨论这茶 韩非一边包着饺子 一边说道 现在 阴阳天的灵气 浓度越来越高 但是 强者也越来越多了 所以 灵气有险不够 再过十年 又得出不少强者了吧 只听若小白道 死亡之壁 若是持续向阴阳天 输送灵气 以现在的增长方式和新生儿的灵脉基础 这个数字 我保守估计要达到五到十万探索者 我人族的尊者 数量恐怕能增加到八十人左右 只听韩非道 如果有人渡王节呢 公众人不禁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纷纷看向韩非道 渡王节 只听韩非道 在水母天 进而渡劫成王了 要受联盟那边的熊超帅 渡劫成王了 韩非说的这是 若小白他们都清楚 只是 当初 阴阳天这边的强者 基本上都在释迦大族之中 而释迦大族 基本上都被韩非给杀光了 所以 那边有人渡劫成王 阴阳天这边 也只能干看着 只听韩非道 唐衍要渡劫了 必成 众人一听是唐衍 全都表示明白 似乎对此并不惊讶 倒是若小白道 那唐哥 怎么办 众人都知道 韩非和唐哥 那可是打小的好兄弟 这些年 唐哥的静静 同样神速 特别是找到了剑图之后 还拥有了越境而战的实力 这就是剑修的可怕之处 韩非道 我去见了唐哥一面 他说他修剑道 斩断了唐衍的记忆 从此 他是他 唐衍是唐衍 所以 问题不大 陆小白 所以 你这次出关 是因为唐衍要杜截 韩非 一部分是这原因吧 张玄玉 另一部分呢 韩非微微笑道 我想出去了 此众人不禁又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陆小白更是眼皮一挑 你现在出去 球龙会不会立刻崩溃 韩非 小白 我们这片地方 承受不了多少人杜王杰的 这次是唐衍 下次肯定就轮到曹天之了 随着人口的密集 修炼速度的加快 还有球龙内各族的疯狂修炼 我怕我们撑不到百年了 白老头道 你的意思是 要带一部分人出去 韩非微微点头 不错 除了我们几个 我准备在两届 各族展开一次步道 步道 众人不由得精神一震 韩非说的步道 整个暴徒学院的人 都享受过这福利 虽然一听韩非步道 就犯困 然后就得睡着 但是 每一次睡着和苏醒之后 他们都能感觉到 自己或多或少 都有收获 其中 最大的好处就是 在韩非多次步道讲课的情况下 张玄玉他们这些人的灵气拆解度 都已经达到了90% 韩非确定 只要多讲 他们终有收获 实际上 比如纳帝尊步道 自己的灵气拆解度 直接就提升到了百分之百 其实 不是众人不懂如何灵气拆解 只是缺了一个灵气拆解度百分之百的人 给他们多讲多物 陆小白微微讶异 你这次 要针对哪些人 韩非沉思了一下 两届所有尊者敬的人 陆小白 太少 一共542人 要不将探索者巅峰和半尊也加入其中 韩非不禁讶异道 那得多少人 陆小白 简单 临选一万人好了 我一天之内办好 韩非愣了半赏 那 行吧 百老头差一道 你全都要带走 韩非摇头 当然不是 选一部分 我们不能坐着等球龙破裂 说句不好听的 尊者静之下 探索者再多也是没用 我们不可能用百年时间 以为创造出一个堪比外界先攻的力量就满足了 到时候外界几大先公益联手干掉我们 说不定就顺利接收了水木天和阴阳天所有的人族 当然了也可能是屠戮 众人不禁心头一沉 韩非所担忧的是阴阳天的未来 诚如韩非所说 的确是时候走出去了 洛小白道 我去办 你在水木天那边的声望也足够高 这一次不到 来的人质量不会差 韩非顺便把你最高统帅的位置传回给薛神起吧 老薛管理岁星岛很久 稳得很 大拆错 是不会有的 当然了 除非你不想去外面 洛小白去 继续担任最高统帅之位 我同样无法挽救整个人族 路不在这里 如果有几千上万年 有足够的资源 或许能让阴阳天崛起 但我们没有 若小白心头 似乎放下了一个沉重的担子一般 竟然微微笑了起来 没有人 比他更清楚 现在阴阳天的整体格局 阴阳天的这种成长 来得太快 就像是一片干涸的沙漠 疯狂的汲取雨水的滋润 甚至 还有参天大树 抢夺水资源 这么下去 此间灵气 已经不可能再怎么提升了 除非开裂更多的囚龙裂痕 而那样 势必会导致囚龙的提前破碎 洛小白 我现在就去 下小禅直接喊道 你别急啊 吃过饭再去 天大的事情 就差这点功夫吗 将老头哼哼道 这是啊 依着韩非小子和小禅丫头的 还有啊 总要有些人留下来守着 我跟白老头 岁数太大 即便能再有突破 也是极难度结成王的 但是 照看遂星岛 还是能行的 韩非微微点头 唐言也得留下 不能白白给他资源成王 他总得做点什么 还有那曹天之 也需要有人制衡 将老头 行了 这些事 你这个人王去考虑就行了 现在 就甭讨论这些了 等吃过饭 你们再就处理 韩非 再见 再见 好